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在四月的大雪天 跟大家进了个打条红路 大小朋友 四小小小的 跟大家没有任何的时差 也没有季节的这个差别 就是四月二十五 那一天 杨茜茜大雪 祖国太大了 大雪过后 天还是很漂亮的 他们在吃晚饭 羊群中我看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 这个该干啥 我现在好丑啊 是这样子的 昨天一开始的时候是下着雨的 我们觉得哇 萌萌细雨 这长草了 你们要好开心呢 然后是雨夹雪 不是夹 是夹雪 雨水当中夹着雪的那种 在半空中啊 雪它会冻上 然后掉下来的是一颗颗小冰的颗粒 打在脸上特别疼的那种 睁不开眼睛 又是刮着风的 睁不开眼睛 我们觉得这个天气越来越不太乐观了 所以我这个爸爸和弟弟连夜赶去山上 把这个小马鞠还有他们的妈妈赶回来了 把全部的马群给赶回来的 然后所有马群当中呢 这三个小马鞠是刚出生没多久的 怕他们冻子冻着了 那边呢是我们受伤的小马 已经好很多了 他在休息 他已经脱毛了 然后有那个绒了 我们家这个是大宝宝 已经十多岁了 十几岁的一个老山羊 是妈妈当年的奶糕子 所以对人很亲切 很不怕人 特别老实 鸭咪 是 今天就是 你真是吃老山羊 你只是走上吧 我不愿意 你穿得很快 大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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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宝宝 大宝宝 我们今天终于在天黑之前 把所有的工作完事了 现在用机器挤着哗哗 这就可以了 我想到昨天呢 由于大雪 然后可见度特别特别 因为又提前很早就天黑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嘎茶的有一位叔叔的羊瓜 放羊的时候不小心 就是弄丢了失了方向 晚上的时候找不见 一直打电话联系不上 所以就叫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然后那位叔叔呢 又带着其他的几位周围的邻居 亲戚朋友 然后一扯人出去 去找这个羊瓜的时候 误车了 那会儿又是特别特别黑的时候 爸爸给爸爸来电话 但是我们真的帮不上 如果我们出去的话 我们也找不见方向 那也是差不多是白毛疯了吧 已经 所以那位叔叔说 在那儿过夜了 在野外 就山上雾车 没有办法 出不来 过夜了 然后等到白天的时候 他才能出来 所以说这个天气特别 特别烈啊 特别严重吧 劝大家也 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出门 其他人也可以来这儿避暑 看看我们四月份的大雪 欢迎大家来 这个天气吧 本来就不好 又出生了一个这么个小东西 然后他们的妈妈 就把它 选择把它出生在雪上面 然后它就冻着了 我们出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它 它这会儿才慢慢缓过来的 得看一下它的鼻子这块 还有它的嘴巴 不是一等吗 不是一等 不是一等